廣東作多兩宗本土新型肺炎確診病例 八宗無症狀感染 廣州荔灣局部封區 廣州市荔灣區四條街 調整為中風險地區 這幾個區和個別區域停止非必要活動 照早街上人流不多 店舖已經關門 當局規定封區地點 每戶每日只限一個人 外出購買生活必需品 娛樂場所關閉 學校局部停課 餐廳禁止堂食 至於全市其他區域 都要做好防控減少聚集 廣州市內防控區域的地鐵 有限度服務 自出不進 指下不上 廣東單日再多兩宗本土確診 其中一宗由無症狀感染者轉為確診 患者住在荔灣區 五個無症狀本土感染中 四個人都住在荔灣區 深圳和佛山都有本土 無症狀感染個案 廣州潘如南舖 全部居民需要到檢測 深圳市鹽田區都會全區檢測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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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